2個月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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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這位阿伯好跟得上潮流 學年輕人到便利商店買遊戲點數 但不對 好像怪怪的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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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而已 對啊 七十個沒了 好幾個 減一二 算得到的 原來這位阿伯透過來 認識漂亮妹妹 想要送一下 沒想到對方要求 先到便利商店買點數 才願意碰面 還好遇到街鄰店員 立刻報警 才阻止阿伯荷包失血 你沒有什麼傷心 對啊 謝謝 不只阿伯被當肥羊 詐騙集團現在看準 極樂圈 宅經濟 常透過假的印招廣告 或是LINE好友 詐騙想買春的老司機上車 之後再要求對方購買點數 拍照回船 詐騙集團再將遊戲點數換線 我想想的我們記名好了 我給你好了 拿到了啊 有啊 見面講啊 怎麼裝下尾 哎 都人 我的人都沒有看到 他就是要買點數還沒有買嘛 你就幫我們先 就曾有五十多歲的男子 被色欲沖昏頭 依照小姐要求購買 三萬元點數拍照回船 還好當下他清醒了 決定取消極樂行程 但卻遭小姐恐嚇 表示要找幫派分子出面 當時椰視店員發現是有蹊跷 幫忙報警 警方表示 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同志網站 曾有男同志約網友按摩紓壓 特殊性服務 對方也是要求購買點數方式 男同志拒絕還被恐嚇威脅 警方統計 光是今年1月1號到5月底 高雄就有11個被害人 受騙金額共70萬元 全國則共有約300人被此手法詐騙 金額損失更多達2000多萬元 對於印招變成詐騙手段 讓下槓的印招業者苦不堪言 表示疫情已經影響生意 現在又加上詐騙集團來湊熱鬧 客人怕被騙更不敢上門 生意直接砍半 業者透露 他們也不希望客人上門 如果自助有需求的話 他們也很樂意把小姐送上輔服務 另外他們也都會在網路廣告上提醒客人 每4000萬別轉點數給別人 強調他們是現金交易 絕對不會要求客人買點數 現在疫情人暑高峰 他們也要求小姐們沒事別出門 快篩音才能接客 確保自己和客人安全 地方中心 高雄報導